10块钱生蚝 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鲜甜开胃的生蚝包 除了生蚝还准备了一小把金针菇 一小半小洋葱 一块菜头 蒜头 葱 红辣椒 一小块五花肉 生蚝先加点生粉 把它洗干净 洗的时候要温柔一点 你也把它洗光 金针菇的根部把它切掉 洋葱把它切小 再来切点猪肉 做菜的猪肉选肥肥一点的比较好 再切点葱花 哈椒切几千 剩下的把它切碎 菜脯也就是萝卜干 先切片再切丝 然后把它切细 如果有拉上去直接用拉上去也可以 再把蒜头剁碎 把蒜蓉菜脯辣椒末 稍微搅拌一下 再淋上热油 香 再来加入一勺酱油 一勺鱼露 少许胡椒粉 搅拌均匀 起锅烧油 砂锅烧热一下一点点油 再下猪肉 先做猪肉 煮三个 加一点猪肉 炸猪油 这样吃起来比较香 一点点意思意思就可以了 也就是猪油 熟火煩炸 炸猪肉炸去 checklist 煮菜的 farming 再铺上金针菇 把生蚝倒到上面去 再有入我们刚刚做好的蒜蓉酱 盖上盖子煮开小火焗5分钟 不用加水 时间到起锅不用加水 都能够煮出一大锅水 试一下咸淡 把葱花撒上去 再盖10秒焖出味即可 十九八三二一开盖 鲜亭开胃的生蚝包 生蚝这样做原汁原味 鲜亭不腥非常的下方 也可以加一点粉丝 或是回等户 定在生蚝下面直接当饭吃 鲜嫩多汁原汁原味 男人的酱油上女人的美容液 不会嫌弃掉 金针菇也很入味 煮下次来 面十四圳 下几顿